亲爱的朋友你好,大家都是有缘之人,如果可以的话,恳请你加个关注点个赞,分享一下,十分感谢。 咸丰这皇帝当得实在太憋屈了,首先他的地位就来得太不容易,因为他一直有个强劲的竞争对手六弟义心,义心人很聪明,伶牙俐齿,深得父皇的喜爱。 一直到父皇病重的时候,还在胃里他还是老六儿犹豫,他干着急没办法,因为聪明伶俐不是学得来的。 亏得师父杜寿田教导,说如果有一天父皇说起身后事,他只管磕头痛哭,结果有一天父皇真把他留在病榻边, 说几万年之后,这大清江山该当如何,他历时痛哭流涕,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,而他的六弟则根据师父的建议,侃侃而谈,军政国籍,无不深谋远虑。 最后道光拿定了主意,把地位传给了他,因为最后的测试证明老六聪明,而他人孝。 当一个帝王,仅有聪明是不够的,还要善待兄弟成功。 不过,道光觉得有些对不住老六,因此一致特别要求,他登基时就嫁封老六为公亲王。 更让咸丰窝火的是,他刚刚登基,洪秀泉就在广西闹起长矛,出广西,入湖南,夺湖北,下安徽,咸丰三年定都金陵,与大清分庭抗礼。 精致之士八旗,陆营竟然毫不可视,先是一处击溃,后来一直追着长矛的屁股跑,直到长矛问顶金陵,也没有出现一位横刀立马,智勇双全的大将军。 和春奏暴江南大营连克要地,把金陵围得如铁桶一般,他怎能不欣慰至甚,如果能够一股荡平,他就可以仰天纵声大笑了。 十年了,他连发自心底的笑声也不曾有过,军机处的满族大臣更是贪官相庆,咸丰面带微笑地说道。 八旗将士,骨子里毕竟是骑射出身,打上几年仗,能争善战的将士就锻炼出来了,这就像大浪逃杀,逃去沙子,真金就在眼前。 众臣无不应和,这时,安德海倾着密奏折霞,小步快跑得递了上来,咸丰以为又有捷报到了,甚至他都隐隐地觉得是金陵收复了。 他急切地打开,一看题目就脸色煞白,重重地坐在笼椅上。 满面春风的大臣们立即收住笑声,大气不敢出。 彭运章是首席军机大臣,他此时不能不开口。 皇上,龙体要紧,天大的事也没有龙体重要,皇上一身系天下安危啊。 咸丰把密奏递给彭运章,怒道。 何春这奴才,把江南大营丢了。 彭运章接过密奏,与军机大臣们同看,奏折并不长,先是说中了长矛唯唯旧照之计,为了救杭州,把最精锐的一万人马派取援者。 接着说,何贵清拥兵自卫,九次非习请缘,而不派一兵一组,甚至把一万精锐留在了长州,致前方苦战而不顾。 最后讲长矛五十万余众,众挂悬殊,虽今苦战而终不可知。 因为彭运章欣赏何贵清的文采和兵略,才极力推荐他出任两江总督。 此时,他不能不予以维护。 前方军情非当事者不能近西,这仅是何春一面之词。 何贵清既然留有重兵,那么长州,无息就可固守,两江根本还未动摇。 何贵清少年得志,又已才自逝,可不要犯了轻敌的毛病,物镇两江。 彭运章的分析不无道理,但咸丰对何贵清并不放心。 彭运章也由此担心,但他却信誓旦旦道。 但请皇上宽心,皇上寄予重担,他敢不尽心竭力。 现在要紧的是让僧王的蒙古铁骑到江北去,预防长矛北范京师。 听了这些,文响也建议道。 可非袭曾国藩,让他派一支乡军指导金陵,牵制东县长矛。 文言,穆英则不以为然。 金陵一线,还是由八旗,陆英来应对,曾国藩此时不宜调动。 所谓不以调动,其实还是他的老主张,让乡军在上游拼命,八旗,陆英,则做收工可金陵之大工。 八旗,陆英,可用的八旗,陆英在哪里? 先锋拍着龙曼连连咳嗽,一直把眼泪都逼出来了,安德海,彭运章一左一右给他垂背。 平静下来后,咸丰又说道, 传之给何春,何贵青,让他们扎捞银盘,死保镇江,苏长,不可再丢一城一支。 谁料没几天,何贵青启程而走,长州无洗尸首,何春自闻,苏州献敌, 江苏巡抚许有人被杀的败迅一个接一个传来。 先锋被彻底击倒,他脸色蜡黄,躺在病榻上召见军级大臣,怒道。 何贵青该死,立即押父刑部问罪。 陈诗人不明,已知有苏长献敌之祸,请皇上重置臣醉。 彭运章连连磕头。 你既然足及日中,无庸在军级大臣上行走了。 咸丰也并不挽留。 彭运章近来推脚的确有些不便,但并不影响上朝。 他知道自己的圣卷到头了,便谢恩道。 谢皇上体恤之恩。 咸丰挥了挥手,门外的小太监把彭运章掺了出去。 彭运章被处,按资历就是穆殷了。 咸丰招了招手问道。 穆爱卿近起来,当务之急是两江总督出缺,该由谁来继任。 穆殷一直坚持大清是满人的天下,不能让汉人把持太多官位。 所以他建议道。 官文总督湖广以来,两湖未在县底,可由他改任两江。 谁都知道,湖广能够安定。 湖南靠的是洛炳章,湖北则靠的是胡林义。 官文不过是半师总督,林威说他两江总督,他如何担得起。 咸丰也知道其中曲折,皱着眉道。 官文不合适,胡广是西县根本,不宜动摇。 文祥见皇上不同意,则推荐道。 臣以为湖北巡抚胡林义可当此任,安徽的曾国藩一刻。 两人都与长矛周旋经年,眼下的两江总督,非支兵者难以胜任。 汉人掌兵,非大清之福。 穆英向来意汉扬满,文祥则争便道。 能顾大清安危,何奋满汉。 见此,咸丰便摆了摆手道。 你们不要争了,朕要休息一会儿。 于是,众位军机退出,咸丰又对安德海道。 小安子,叫素六来见朕。 素六,就是户部尚书,携办大学士素顺。 他乃宗室贵族,爱新爵博士,自语庭,因排行老六,人称素六。 此人经历颇为传奇,他本是满洲相拦起人。 铁帽子王正亲王吉尔哈朗的七世孙,因少年荒唐,天天牵着一条恶狗在街上闲逛,惹是生非。 对这样的人,大家必知有恐不及。 正亲王的爵位,由他的义母哥哥端华成奇,端华对着弟弟也甚为不满,所以懒得管他。 这样,素顺一直到三十岁,仍是个闲散宗室。 时任刑部侍郎的林奎慧眼石珠,他知道素顺是块欠雕琢的仆裕,便极力推荐他到刑部做了都部侍郎中。 刑部按地狱社直立、奉天、山东、安徽等十七个清理司,负责地方的民行案子,同时单设一个都部司,负责督促各地补到猪陶以及京师的人命大案。 都部司郎中是正经的从五品司官,就是十年寒窗的近世门,分道部里也顶多只是个六品主事。 素顺得此美差,自然是又惊又喜,他赶到林奎府上跪在堂前发誓。 在下一个市井无赖能有今天,全是大人成全,在下若不痛改前非,干出一番事业来,就势不为人。 林奎入执军机后,多次向咸丰推荐素顺,咸丰一见也很欣赏,从此他不断升迁,如今已是户部上书,携办大学士。 素顺攻身来到咸丰并榻前,见他脸色苍白,嘴唇轻污,心里很是难过,宣道。 皇上,机也没用,要保重龙体啊。 咸丰拍了拍他的手道。 此事先放在一边,朕和你商量一下两江总督的人选。 朝廷功气,一切由皇上做主。 素顺为人拔虎,但在咸丰面前,一直很恭敬小心。 当然由朕做主,朕只是想听听你的看法,军机们推荐的人有三个, 胡广都陈关文,厄省府陈虎林义,乡军统领曾国藩,你看谁合适。 关文不合适,胡广那一大摊子离不开他。 胡林义也不宜轻动,唯有曾国藩最合适。 素顺回作事情干脆利落,从不拖泥带水,而且敢于固执己见。 这也是咸丰赏识他的一个重要原因。 关文不合适,朕知道,你一向众汉清满,那胡林义为什么不合适? 胡林义不是不合适,而是曾国藩更合适。 皇上请想,如今得力的将领都是曾国藩调教出来的, 乡军中最得力的是曾老九,夏九江,维安庆,这些硬仗都是他在打。 曾国藩出任两江,曾老九自然更加拼命。 还有,论资历,曾国藩当政二品的侍郎已经十三年, 胡林义的巡抚嘉宾部侍郎也不过三四年。 曾国藩是到了应该重用的时候了? 天将大任于此人也,必相苦极心智,牢记金骨吗? 咸丰点了点头。 皇上这些年是在磨练曾国藩呢。 肃顺复合道。 本来会起来! 老子以来的公众! 少量的必须感 !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